我们所有的企业正在走向数字化转型的这个道路当中 对于我们传统的做运维支撑的部门来说 我们也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数字化转型 来支撑我们业务的这个转型 所以基础能力中心和未来的智慧智能运营中心 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但是在走到运营之前 我认为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是说 我们首先要做到IT和AI的结合 形成一种能力输出 在这个客户体验为王的时候 我们说以客户中心的策略当中 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用户体验 一体化支撑的一个体系 是数字化运营未来的一个必然选择 大家早上好 我是北京灵溪连云的汤斌 我今天给大家讲演的主题叫 广义AIOps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头 我希望通过我的介绍 给大家带来三个输入 第一个 什么是广义AIOps 第二个 为什么说广义AIOps能够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三个 就是我们怎么落地 怎么实现 那我们今天讲 就是我们所有的企业正在走向 数字化转型的这个道路当中 数字化转型会给我们企业带来很多变革 包括业务 包括组织架构 包括模式等等 同时对于我们后台的系统也会带来 很多的挑战 那这个时候 对于我们传统的做运维支撑的部门来说 其实毋庸置疑 我们也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数字化转型 来支撑我们业务的这个转型 我们认为 这里面当中呢 其实我们走向运营那个状态的时候 那个美好的未来应该是一个 IT加OT加AI相结合的一个方向 但是在走到这个运营之前 我认为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是说 我们必须要培养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是什么 是我们首先要做的IT和AI的结合 形成一种能力输出 所以我们认为叫广义A-Ops 是说把AI在我的所有的运维过程当中 得到一个广泛的应用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Gartner对于A-Ops 其实是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的 就是三个核心要素 平台数据和算法 其实这三个核心要素当中 目前来讲 算法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这种发展 所以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平静了 但是对于运维的数据平台建设 和数据管理能力 其实正在成为我们一种挑战 那么当我们能够解决对于平台 对于数据和对于算法这些结合在一起之后 我们基础能力中心输出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呢 其实我举了三个例子啊 一个比如说保驾护航 对于我们的业务连续性的保驾护航的能力 对于运营支撑能力 因为我们的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当中 有一个要素叫数据资产化运营 对吧 那其实对于运维部门来说 其实将来我们对于运营的数据资产 也要有一种支撑能力 然后包括分析优化和创新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走在这个数字化转型当中 那数字化转型当中 各种各样的新型的应用和新型的业态 对于我们运维会有一些更新的要求 比如说现在数字化转型有一个核心 叫做客户为中心 所以在这个客户体验为王的时候 我们说以客户中心的这个策略当中 有一个核心指标 就是用户体验 传统呢我们做用户的这个画像的时候 都是基于静态的 比如说这个姓名 年龄 地址 包括这个交易或者是 包括做过其他的这种静态的记录 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包括我们动态的一些数据的手段收集 来实现对于客户一个更为丰满的一个表现 所以用户体验为王当中 AI Ops就是一个未来一个典型的场景 未来在企业的架构当中 我们可能都是分布式的后台 我有一个开放平台 或者是我有一个技术中台 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层级之上 会有数据中台 业务中台 或者是有体验中台 在最上头是我们移动的前端的 这种移动化的应用 我们认为广义AI Ops 在每一个部分都会发挥它的价值 讲到这里 我希望呢通过我刚才的介绍 能够给大家一个输入是说 什么是广义AI Ops 为什么说广义AI Ops 能够为我们企业的速度化转型 能够带来帮助 能够带来提升 所以今天的AI Ops 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些固有的场景当中 比如说日志啊 比如说这个告警啊 等等等等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目前我认为是狭义的 或者说它还没有扩展到一个全业务的层面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 如果这个广义AI Ops是我们的方向 那么我们如何去实现呢 首先来讲 刚才大家记得那个Gartner那个定义 平台数据算法 平台 那在这个当中 其实我们认为 一体化支撑的一个体系 是数字化运营未来的一个必然选择 现在这个架构 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一个 对于企业运营来说 会是相对比较理想一些 底层是我的全量的数据资源获取 和计算基础资源的这个设施 然后呢我通过一个技术中台 来支撑面向业务 和面向一个基础数据 但是呢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呢 是我们认为基于数据壶的 面向运维的这个数据平台 可能是一个更为合适的选择 那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客户 也做了像类似于CMDB的这种 树仓的这种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结合 和壶仓一体 这个其实在阿里已经得到实现了 那这里边说做到中台 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讲 那我们认为中台也是适合 AI Ops常见的 因为未来我的创新 是可以得到一个中台支撑 所以在这个角度当中 其实我们更能考虑的 可能是一个主路的 可能是一个紧我合的一个方式 那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建议呢 通过一个基础数据资源梳理的 一个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来实现 我们对于运维数据资产的 一个清晰的理解 和这个形成一个 我们的资产目录体系 当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梳理之后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 然后我们形成了 我们运维数据的这种 数据模型的1.0版本 那既然讲到说 我们要做平台 那肯定要做一张这种 标准的一个逻辑架构图 这个架构图当中 其实我们认为 未来当我的中台当中 大家记得有一个统一集市供给 那供给的是什么 一个是公共集市 一个是专业集市 帮助我们的客户 帮助我们的业务人员 实现这种业务共享的 当中的数据资源共享和能力共享 但是呢 这样一个架构一定不是 一个呆板的固化的一个架构 而是什么 而是组件化的 组件化是通过几个纬度 来去能够快速地形成 我们业务创新的这种能力 就是总而言之 我们还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未来的转型 为了首先构建能力走向运营 所以基础能力中心 和未来的智慧智能运营中心 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向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